救我呀 随着于扬将毛巾狠狠摔在地上 也宣告了他职业生涯就此终结 为什么他要用这种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呢 这还要从2012年伦敦奥运会说起 当时他与王小李搭档是夺冠的最大热门 但是由于涉嫌消极比赛 他们最终被世界雨联取消比赛资格 这个事件也成为那届奥运会 中国代表团最大的负面新闻 随后王小李选择了退役 而于涉嫌为了弥补伦敦奥运的遗憾 与国瑜小将唐渊廷搭档 希望能在里约重新夺回失去的荣耀 2016年里约奥运会 于涉嫌唐渊廷视如破竹 一直打到半决赛 在面对佩蒂森尤尔比赛中 随着丹麦组合连续下压进攻得分 就以20比15拿到了赛点 但于涉嫌唐渊廷并没有放弃连续挽救了四个赛点 关键比分随着有尔连续的半场封网得分 就以2比1战胜了中国组合竞技决赛 这也是国瑜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以来 首次无缘奥运女双金牌 赛后于涉嫌面对采访是这样说的 我能够接受就是这次比赛 拿不到冠军或者是没有取得更好的成绩 但是我这次比这场球打的让我非常遗憾 因为不是比分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生活不是林丹玉 不会你处处的去忧伤啊 就好像谁都会眷顾你一样 我觉得我自己尽力了吧 随后与韩国组合郑锦英深声赞的同牌争夺战中 开场阶段余扬唐渊廷打得很积极 虽然比分落后但能与之抗衡 但中场间歇后局势发生了巨大转变 唐元廷的后场进攻很难突破对手 并且自身失误也非常多 而韩国组合却越打越放松 随着郑锦英半场扣杀得分后 韩国组合就以21比8赢下第一局 第二局出段双方还打得比较胶着 但三平后中国组合的失误明显增多 而韩国组合延续了第一局良好状态 随着渝阳挑球出界就以7比11进入间歇 中场休息教练让渝阳多调动对手 这样就能有更多机会 但渝阳的情绪似乎有些崩溃 就出现了怒摔毛巾这一幕 随后的比赛虽然中国组合在战术上有些调整 但渝阳的情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 而韩国组合却越打越勇完全掌控了比赛 随着唐元廷往前挑球下往 韩国组合就以21比17赢下的第二局 2比0战胜渝阳唐元廷获得奥运铜牌 赛后面对摔毛巾渝阳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也很遗憾吧 因为没想到 因为还是会受到半决赛私利的影响吧 整个的自己的心态啊 包括自己的身体状态 也没有去完全的调整过来 所以教练在场上 一直在重复的去说一句话 就是全力去调整 全力去调整 不要在场上很慢 然后类似于这样的 但是我听这样的话以后 我内心会特别的焦躁 光阴流转时过境迁 虽然这件事早已过去多年 但每当想起都会令人深感遗憾 无论是命运多舛的悲情英雄渝阳 还是少年成名 去梦遂里乐的唐元廷 都值得我们每一位求友的尊敬 怪不得和儿子 未经许多年